那不用正式开始 正式唱出去 好了 已经开始了 看看人 看看头像 看看图 我看一下 我们直播室 现在有100 真的假的 现在有162人次 人次 因为之前会有一些人 会进来 进来 那还是要稍微提前一点 这样大家就待着 对 说个绕口令吧 热热场 今天是6月17号 6月17号 两位男士 在这里给大家做直播 站在我左手边的 叫做Alan 那么站在他右手边的 叫做Jackie 今天我们的热点话题 主要是中国和印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暖场话题 这个就跟咱们现在 天儿不是冷吗 先要暖一下 热乎热乎 那么中印的这个问题 有史以来 一直没有办法 持持很好的解决 但现在问题比较尴尬的 我认为是两个 第一个是中印边境 现在已经是有士兵伤亡了 不仅受伤了 已经阵亡 那么阵亡人数 两边加在一起 是超过了20人 刚刚看到数据 是印度方面 阵亡士兵是20人 那么中国方面 阵亡士兵是5人 你说这个摩擦 如果是大家打个架 骂两句没事 对吧 那你兵戎相见之后死人了 那么就是大事了 一旦战事在边境阵亡 那么一般都是国家级的战事 对 大事 那这样我相信如果是特朗普的美国大兵在海外 或者是在边境 比方说墨西哥边境阵亡了 那特朗普的做法会是什么 我们猜一下 没有 实际上现在就是我看到一个消息 对吧 美国三个航母舰队已经停靠在亚太地区 已经开过去了 已经开过了 美国方面的地区 那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不上周吧 对吧 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先是美国的一个轰炸机 对吧 然后飞到台湾的一个上空 对吧 做了一个巡逻 那等之后呢 中国这边立马一个飞机 也是唠台湾的一个上空 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做一个回应 这个话题比较严肃啊 比较严重 因为第二个 我本人第二个网课的时候 我有说到 可能接下来这个台海问题啊 我觉得可能会是接下来三年到五年 会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啊 曾经有谣言说 中国可能会攻打台湾 这个可能性大吗 我个人觉得对 可能性越来越大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 我个人觉得是 Jeky呢 以前我不太信啊 但现在有据说 据说有算命的 风水大师啊 说这个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就会突袭台湾啊 一举夺下 但是这个谁知道呢 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不过现在中印问题紧张 那么将直接导致美国方面呢 会在舆论上 或者是趁势派遣军舰呢 是到中国的南海方面去巡演 或者是跟台湾方面联合 那么给中国北京方面的施压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政治手段 对 就是别人家乱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落井下石 这个人经常是美国的一个 美国跟俄罗斯吧 对吧 惯用的 趁你命 趁你病 要你命 对吧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说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呢 比我们企业之间呢 还要更加严厉和冷酷 毫无原 毫无怎么说 原则可言 真的是赤裸裸的利益 我是觉得 对吧 你像我跟Jeky 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充满了友爱 我们可以友好相处下去 我们友好相处 我们互相欣赏 但如果Allen或者我是另一家公司的 这个可能在这里就打起来了 不会不会 也是一样的欣赏 也是一样的欣赏 对吧 所以说在国家之间啊 我们就是以前还能好一下 现在特朗普总统在位的时候呢 这个国际间的摩擦会愈演愈烈 那么现在各国的民族情绪也比较强硬啊 那么印度内部我相信啊 他们的居民呢 现在也是蠢蠢欲动啊 那么何况中国现在是国内肯定是高压的这个宣传嘛 一直都是属于民生是由国家电台导向的 那么这样一个民族情绪呢 短期内只会是高涨 那么高涨的背后呢 我不太确定啊 我相信大家都不太确定 那么最终会演发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那么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那么在示威的或者是向外啊 传递这种友好的时候呢 他要尋量一个平衡 那么你太友好了 你就被人欺负了 那么你稍微强硬一点吧 你美国可以打别的国家 但中国就不行 为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中国啊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现在的军事能力 对吧 是不是是现在是处于一个自保有余 但是攻击不足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程度 那所以说呢 对吧 那如果说对于中国的领空领海对吧 或者领土保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要是指望中国对吧 可能比方说去飞兜或者去哪里 远程作战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就不能像美国一样开着航母到处跑 对因为美国好像就是常规的 现在航母战斗群嘛 大概是有五个这样子 对吧 那刚刚刚说到呢 对吧 有三个现在已经停靠在了亚太地区 那这是一个炫耀肌肉 对这是一个炫耀肌肉 那还有就是呢 JK进来跟JK 我们今天晚上说到这个政治了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 这个疫情 就是这个疫情 毫无疑问 那中国这边呢 是对这个疫情控制是最好的国家 对吧 那但是呢 中国应对疫情的这个所作所为 说实话 我就假设我是一个老外 我是一个法国人 或者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是挺害怕的 因为你感觉中国政府 对吧 只要愿意 或者中国整个国家 整个的实在地人口 就能实现 没错 它可以迅速调动的成为一个 高速运长的机器 对对对 就非常强的一个执行力 对吧 说实话 老外没见过 我真的 我要是一个外国人 我可能我会害怕 当然这个怎么说 未必是一个坏事吧 对吧 因为你应对疫情也好 我是怎么样 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一个价值观的 以及个价值观的东西啊 就是说美国可以 美国大兵全世界的换 但是中国如果是真的是解放军走出去的话 那造成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呢 就会非常的巨大了 对 所以说在国际边境摩擦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都是 别人可以 我不会主动去 我不犯人 我不犯人 但是别人如果犯我的话 那就问题很严重 所以说呢 已经双方出现阵亡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之后的这个政治演变的进程 这个呢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的导火索背后呢 不仅仅是中印两国 而先扯到的就可能是 现在朝鲜不是也出现了问题吗 对 是韩国还是朝鲜被炸了 没有 是朝鲜把朝鲜跟韩国之间 以前合作过用的一个什么项目 这个东西反正就引爆了 引爆了 倒计15分钟啊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所以说就是说 中国和印度背后代表的呢 可能是两类的 对 价值体系的博弈 那么现在 可能还是中美 我觉得还是中美 背后的一个较量 尤其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第四季 对吧 然后特朗普进行了一个 访印的一个行动 去年访印的 去年 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 我忘记了 就是我只记得 今年应该不敢去吧 我只记得特朗普 跟他的太太 对吧 然后有去 应该是去年 太基灵 然后去看 对 实际上 我觉得印度人怎么说 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这么多年 对吧 你不管是欧洲媒体 还是美国媒体 对于印度的态度 就从来都是一直说 印度你们有问题的 对对对 印度人你们有问题 你们敢超中国 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要你们加大努力 你们可以的 对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说这个就是问题 当时包括广岛协议 但凡受到了西方的支持 但是跟西方社会 不是100%的价值体系的国家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完全站起来 对 只有价值体系100%匹配的 那么之后 他们才成为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的 认识到客观的事实 就是说价值观体系 不一样的国家 只能是友好的商业合作 对主要是现在怎么说 印度距离 对吧 距离美国也好 或者距离大大国家的水平 差的距离稍微有点远 离的也挺远 离的也挺远 没错没错 离的也挺远 对吧 那对于一个距离自己身为 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 美国方面无需感到特别的担心 对吧 或者是无需把它使成一个挑战者 对 不是对手 不是对手 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 所以说呢 相比于这样的一个平衡来讲 当然美国会支持印度了 然后质押中国 之前的美国就有还 中国的一个亚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 就是把中国周边的国家联合起来 那么对中国进行一个军事 以及地理上的一个质押 对 尤其是在港口 为什么一直在南海问题 其实美国呢 不会轻易的松口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域权呢 以及呢中国未来 包括在马来西亚海洋之间的 一个商船的一个运输问题 那么其背后呢都是直接的经济利益 对 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 大家就需要需要继续关注 如果中印的问题继续恶化的话 那么利好的版本呢就是军工位的 但是呢相比于利好的情况 利空的会更多 对对 我认为 我去年的时候实际上 去年应该是第四季度吧 我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 然后有在我们公众号的文章里面 我有写到说对于关注A股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盯着中国的一个军工办法 对 那因为台海的一个形势 对吧 那会印度还没有 中印之间还没有说 有任何问题 那中国对吧 跟美国比的话 就是美国占据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是东西两大洋 对吧 东西两大洋 然后南北无强敌 对吧 这个样子 那中国的话呢 就说实话就稍微麻烦 你周围接浪的这个国家太多了 对吧 接浪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说对吧 那我觉得对中国很大的一个挑战 美国人最容易做的 我就在后边挑唆了 挑唆这些 成本最低嘛 成本最低 对对对 我出钱你出人嘛 对吧 或者他钱的都不出 就是给一些口头上的支持 口头上的承诺 对 又说到了画饼 画饼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对对对 尤其是像印度的 这位好像不是特别成熟的少年 对 但是尴尬的就是呢 现在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澳洲嘛 我们身边难免就会有一些印度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 那么在相处这段关系的时候 Alan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就是说大家完全不谈政治呢 还是完全不谈政治 完全不谈政治 在澳洲其实一个一个多种族 或者是多国融合的一个联邦国家 对 因为实际上就是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在外约嘛 对 那如果我们大家谈政治 哪怕就是我们 我就假设 我就假设我是 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 我们谈你支持哪个党 我觉得这都属于比较敏感的问题 对吧 可能就大家暂时先不要 对对吧 就是说心里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不要轻易的去把它升级了 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比较私人 可能比较私人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受的这个文化教育背景不一样 对 那么很多在当地长大的一些华人小孩子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是 ABC 受西式教育的 他就没有这个中印冲突的概念 对 所以说呢 我们若是说老一辈从中国 或者是年纪大一点 从中国才过来的朋友呢 可能会更敏感一些 但是在澳洲这个包容度更高的国家呢 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没办法判断对错的 因为他们信息也不够嘛 没错 所以对他们来讲 没办法判断对错的东西呢 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心里的话 大概分享一下 给大家 一定要关注啊 但是说不要在澳洲 我们把它升级化 对对对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对吧 我是觉得 经济当然我们一定要关注了 对 对吧 那我觉得历史跟政治方面呢 大家也适当的要接触一下 你可以不精通 但是你大概要知道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会投资印度股市嘛 对不对 其实印度我们这边的是能做一些 八点整了啊 想做一些指数的话是可以的 所以说 八点整了 那就开始吧 对 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新进来的 所以我们就大概重新做一下介绍 没问题 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大家好啊 今天呢 是我们GoMarkets第二次直播 我呢 还是那位小学生Alan 我编上这位亮仔呢 还是我们的青年才俊Jackie 谢谢 这个底价有点高啊 就是啊 在上周啊 是我们的第一期的直播嘛 对吧 那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呢 上周有600多位朋友 然后前来观看了我们这个直播 是的 对吧 那也正是因为呢 就是大家的这个支持跟厚爱啊 然后让我们第一次的直播呢 就是比较有信心 完了之后 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吧 我跟Jackie呢 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说 这个衰仔跟亮仔的这个组合 对吧 被大家接受的程度 好像也还可以 我有一个想到一个点 Alan你知道为什么 接受程度这么高吗 因为有反差嘛 可能长相那样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男的 这样的话 在座的听众或者是观众 看到两个男的站在这儿 大家的太太和这是家里啊 要放心了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往下 是吧 那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对吧 看颜值的时代 看颜值的时代 对吧 那Jackie跟Alan 这样一个亮仔跟衰仔的组合 对吧 还可以被这么多的大家 对吧 所接受 我真的是觉得在手机前面跟这个电脑前面的这个我们的观众还是非常有内涵非常有眼光的 Jackie认同这个观点吗 他们有内涵 会见有阳光 证明他们肯定是有内涵的 两个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不太仰眼 但是有内涵 对 就是今天呢 对吧 今天呢 我们这个直播呢 还是有三部分的内容 对吧 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时事乐点的讨论 对吧 那第二部分呢 是一个股市 跟一个就是 是一个比较热门产品的一个探讨 对吧 或者是一个深刻的一个研究 那第三部分呢 还是一个就是大家提问 我跟Jackie来作达的这样一个环节 对的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单刀直录 对吧 今天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今天开始了这个热点呢 对吧 那我想模仿一个人呢 Jackie看一下 好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 好 那这个模仿开始了 好 开始开始 三二一 好 来咯 可能语气不大像 但是你知道就是套路是一样的 套路是一样的 这个语气确实有点不太像 我 太阳刚 太过阳刚 缺乏一个秀气 三二一来了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某一个综艺 或者是 现在比较火的直播节目 没错 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 就是 现在比较火的两个人 我必须说 现在比较火的两个人 然后代出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啊 那这两个人呢 就是李佳琪跟V 比我们俩火 火多了 那据说啊 李佳琪这边都已经 对吧 那上海 豪宅 都已经是上亿的一个豪宅了 当了人家这个 对吧 对于 全传买的 一个多亿 输出能力都特别强 对吧 那 今天的这个乐点话题呢 就是口红经济 我以为你说 我们也能听完今天讲座 就赚一个亿的 没有 就是口红经济 我们有机会赚一个亿 我们有机会赚一个亿 那说到口红经济呢 对吧 那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图啊 先看一个图 我们今天这个不动啊 是吧 可以抽一下 那你继续合化 我跳 实际上这个口红经济呢 对吧 然后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 在这个经济环境 不景气的情况下 对吧 大家呢 对于这个 比较大的三件 对吧 比方说是买房买车 买房买车 对吧 然后大家呢 可能就是一个一个 计划搁置的 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那但是口红经济呢 可以吗 可以吗 第一个对 这个这个 刚刚就是给大家看 这个好事多谋出来了吧 那说到这个口红经济 对吧 我就想说 哎 正好这个市场价值啊 这个市场价值呢 这种说法 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 已经见过 对吧 那还在第一个 就是少女的一个消费能力 那就是儿童 那就是少女 那就是老人 然后再就找 最后这个 对吧 是说实话 有一点扎心的 有一点扎心的 那这个呢 不是一个男的说的 这个呢 就是大家在推出一款产品 面向社会 一个消费品的时候 一个那种专门调研的机构 然后做的这个 对吧 说实话是有点扎心的 那跟口红经济也有关系 是的 刚刚说到李佳琪 我觉得他靠直播 对吧 靠卖口红 他可以买到上海的一个豪宅 嗯 我相信跟这个口红很有关系 跟女少女有关系 没错 没有 当然是跟女性很有关系 都有关系 对吧 女性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让李佳琪 卖一款戏区刀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不行 那也都是个partment 对吧 可能是partment 对 那关于口红经济 Jacky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就着Ellen 因为我也是刚看到 他说整个市场中 我们做生意 做投资要选择最大的市场 没错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客户群 客户群 也就是市场规模要足够大 哪怕我们占了其中一小个蛋糕 对 那么都是很大的一个财富 够吃了 够吃了 那么参一句 现在全球最大的市场 除了我们动不了的国家债赛市场 那么排在第二个就是外汇市场 那么第三的是股票 而股票里面的美国市场是全球第一 澳洲市场应该是倒数的 还在最后几个 八大国家里面 八大国家里面绝对是倒数的 所以说选择市场很重要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美国市场 基本上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而澳洲呢 是步履攀山 还在缓慢的回呢 对吧 还在缓慢的回呢 爬升 对吧 那么口红经济的话 我自己是做过 以前做过这种生意 所以说我认为呢 在市场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种小资金的 小资金的这个产品 还是青睐度很高的 就逢年过节 现在不是明天618了吗 6月18号 618购物节 那么购物节 大家总是要买点东西 送给亲朋好友 或者送给太太 送给小朋友 那买什么呢 我可以不给我的父母送 对不对 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 为什么 因为618不是 这个 618是购物节 购物节 然后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再送给父母 就是说这种 但凡有小节的时候 就是女性 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 小礼物可以收到 那么没收到礼物的女性朋友 就要质问一下 是不是还没有 男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是不是应该换一换了 所以说口红呢 就被称为是 经济衰退的一个风向标 一个指标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经济不好的时候 口红的消费就会激增 对 那就是说到这个口红 口红经济 就是口红效应吧 对吧 那说到李佳琪 我还是就有一点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去看 对吧 然后威亚跟李佳琪的 这个整个 一个成长的立场 那真的是非常努力 真的是非常努力 那我们往下看 应该是有一个 对吧 现在看到的就是 威亚的一个作息时间表 对吧 真的是那 你看下午15点 的时候起床 人家早上6点到10点 人家才回家吃饭 对吧 那说到这个情分呢 那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 对吧 非常感谢我们公司市场部的 这个同事的努力 因为上周六的时候 上周六晚上 对吧 那我睡完之后 我睡觉起来 我星期天凌晨 我4点醒了之后 凌晨4点 凌晨4点 没错没错 凌晨4点 然后我一醒 我一看这个工作的这个群 对吧 我市场部的同事 大概在星期六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 做出了我们就是一个海报 我们本次直播的一个海报 那我就觉得哇 12点人家你看 加班加点赶出了这个海报 对吧 我呢 就是在群里发了一个信息 我就讲说 哇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的努力 那这个时候呢 突然 基本上是同时的 然后收到了Jackie的一条信息 哇 我当时呢 一下自残行贿呀 对吧 因为我是一直安慰我自己 哇 你看很勤奋 我4点就起床了 我要努力 我不能让今天光阴虚度 结果发现 人家Jackie 因为工作的关系 人家一直忙到4点 人家都没有睡呀 是吧 那接下来这句话 应该是Mike 你在看直播 对吧 我觉得Mike 可能一定 一定要听到这句话 就是 我知道了之后 我一蓝绝蓝的 我决定星期天 假一天的班 是不是 是 这个态度很好 但是在澳洲 其实大家 做到一个生活的一个平衡啊 就是说 当我们热爱这项工作 和热爱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付出额外的一个 时间 因为我们享受其中的一个过程 对 比如说在投资的领域中呢 我们若觉得这个投资很困难 或者我买的这个行业的股票 我太不熟悉了 对 那么我就不要去碰 但是如果我对金融 或者是对银行业很感兴趣 那我就要深入的去挖掘一下 CBA ANZ 到底哪家公司好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 在我们付出的时候 我们可能短期看不到回报 但是你一年 两年下来 我相信大家的 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回报 肯定是比我们两年前 作为一个新生儿 进入这个市场 要高得多 我们一直在进步 大家也是一直在进步 对 大家也是在进步 也希望对吧 希望GoMarkets 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努力 对吧 跟大家呢 一起进行一个成长过程 对 对吧 进行一个成长过程 那聊完这个 开头的这个热点呢 好像内容不够丰满 但是我们还是过去了 我们因为这个不擅长嘛 那我们接下来 这块又擅长了 我们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个股市 对吧 那今天的直播内容呢 就是跟大家聊这个股市呢 就是我们澳股当中的旅游板块 旅游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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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旅游板块的话 说实话就是代表 那我们选代表的话 对吧 那Quantus 对吧 Webcenter 还有那个Webjet 对吧 三家 三家是比较有代表性 当然Chrome可能也是旅游板块的 但是我们会 没错没错 我们是春阳光的 对对 我们很很 生态滑的 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 就是我先表达一下我的忧虑 对吧 因为我是 我是一贯的 你是对这个旅游行业 没错没错 没错 那实际上呢 就是从澳股大盘 从三月中 对吧 第一点 然后一直到反弹到六千左右 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澳洲大盘的一个 反弹幅度 大概是30%左右的一个反弹幅度 对吧 对对 那我们再看回这个旅游板块 以Quanzus为例 它的反弹幅度已经超过了100% 对 两块 赵人四块多了 四块多了 四块多了 没错 那另外呢 就是Flight Center 跟那个WebJet 它的反弹幅度也超过了60% 对的 对的 但是呢 我 我作为一个先天下自由而游的人 对吧 用一个昏溃老迈的一个眼光去看他们 我是会选择 很自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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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择一个 怎么说 冷眼旁观的姿态 那我个人对于旅游板块的一个担心呢 就是有两点 那第一点就是 我是觉得全球这个疫情啊 存在一个第二个的 第二次的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 对吧 因为中国的北京 中国的广州 它的那个感染人数呢 然后又有一点反复 对吧 那今天我看报道讲说 北京的学校已经全部关闭了 对 对吧 那这个呢 是我一个一个比较大的担心 因为如果说存在第二波的爆发的话 对吧 那我觉得可能旅游业 还是会首当集中成为一个受冲击的行业 那第二个担心呢 第二个担心就是说 现在对于澳洲来说 对吧 那因为你澳洲 你开始限制 外资对于你资产的一个收购 对吧 那第二个呢 中国发布了一个旅游的一个预警 中国对澳大利亚发布了一个留学的预警 也就是说在这三块 做生意的商务人士 对吧 前来读书 前来求学的这个学生 再一个呢 就是来旅游的这个旅客 也就是说你对于航空 对吧 你对于航空业来说 你三大客户人均 你全部得罪了 对吧 那所以说我以Quantus为例 在这个收入端呢 我个人实在找不到 一个什么乐观的理由 那就是这生意没得做了 我是这样子觉得的 我这样子 我是觉得澳航可能会面对一个 对吧 比较收缩的一个收入端 对吧 所以呢我对它确实我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我刚刚说过从三月份大地的时候 对于Quantus呢 我个人的一个见解是 它的一个合理价位 是在四块钱到六块钱之间 那我个人是在两块钱的时候 我有挂在去抄的 但是又没有抄的 因为最低价两块一 这个钱 差一点点 不然就翻倍了 一百万变两百万 Danky赶紧来反驳我 反驳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一向呢 就是比较激进嘛 比较激进 那么钱呢 不是说保守的时候就能赚到了 对不对 保守的时候呢 我们是能 就是说有小赢 但是呢 大的机遇的话 我们就要放手一搏 只要这个钱呢 不是说我们是养老的钱 不是说我们是压箱笔的钱 那我们拿出我们闲置资金的一部分 那么该出手的时候就一定要出手 要果断 对 机遇的话就是在保守派比较冷静的时候 我们冲进去 也就是说当其他投资者观望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批冲进去的 或者是我们的潜在的回报会非常高 哪怕我们错两次三次 刚刚Ellen也说了 那么从低点到现在翻了一倍多 哪怕我们第一次进去 亏了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不拿所有的钱 我们还有闲置资金 那我们到现在都是赚的 都是赚的 所以说呢 任何的股票市场啊 它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那么刚刚Ellen说的一个点 我要反驳一下 这个点呢 就是他说 从两块多涨到四块多 是翻了一倍 澳洲航空 Countas翻了一倍 但是呢 它可是从七八块 跌到两块钱的 没错 也就是反弹到今天 还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多 对 从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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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的对比呢 不能简简单单的靠 上升了一倍 还是说下降了百分之多少 而是要根据公司真正的 目前的一个价值来判断 那么它到底值多少钱 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要科学要合理 科学要合理 要科学要合理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我个人呢 我个人觉得 就是之前宽测四十多 之所以可以一直冲到七块钱 八块钱的一个区间 那我个人呢 是觉得首先是当然跟大盘的一个上涨 因为澳谷的大盘跟随美股 创了一个历史新章 对吧 7100点 充去7100点 7200点 那你在一个大盘 大家都涨的情况下 你的那个价格是存在一个被高估的可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再有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那对于航空股来说 最大的一个成本吧 就是原油的一个价格 或者你买追金 或者人工开金 但是原油的价格 说实话是比较左右 航空股的一个 一个价格 或者盈利预期的 那也就是说呢 因为你航空股 你往上冲 对吧 我觉得其中很大一个原因 除去了大盘上涨之外 就是低油价 对于你公司的一个提振 对吧 对 反过我 你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呢 Alan 你有没有查过 究竟油价占航空公司的比例是多大 我没有具体的看过 好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看到了这个具体的数据呢 那么石油在整个航空月的成本中呢 是占到了高达25%的一个成本 是 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成本 那么现在来讲 通常我们说航空公司不飞了 停飞了 那他这个成本是不是能节省下来 可以啊 也就是说 他目前现在飞机不飞了 那我每年假设 80个亿澳币的一个支出 那我其中就有25%将近20个亿 我是没有必要开支了 我就省下来了 Jacky 你这样子说的话 也就是说 因为你不飞了 问题是你要怎么说 接缘开流啊 对啊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虽然接缘 跟你开流没了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点 也就是说 在目前我们都知道 疫情影响航空公司停飞 甚至继续延迟这个新航班的开设 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资本市场上 还不允许这家公司Quantus破产呢 不允许它破产 对啊 因为它是澳洲人民的精神 只是靠梦想在支持吗 对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 这个呢 我认为是比较 怎么说呢 感性的 那我是数学出身的 我就要讲究数字 是 那么Quantus呢 目前 它手上是有现金的 有现金的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Quantus的一个现金储备 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 Quantus呢 是手上有29亿美元的现金 有29亿 29亿啊 那么它在正常的年份里面 一年的开支最高 是高达80亿美金 80亿美金 对 就是说全年的总开支 而目前呢 预计啊 就是说因为现在 大家都放假了嘛 对 停薪啊 或者是甚至有的都开除了 对 财源 财源 那么航空公司不飞 所以呢 它的石油啊 就不需要成本而已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就会缩减很大的一个支出 那么今年预计支出呢 就是20多亿美元 你说省不出来了 省出来接近50多亿美元 省出来50多亿 那么还有航线扩张啊 那么这些都省出来了 省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 它现在持有29亿现金 是完全有能力度过今年的难关 那么如果是到今年啊 到明年3月份 那么澳航还不开通航线 疫情还没有结束 那么那个时候才是澳航真正的危机的来临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要补充的比较多啊 大家看一下 为了很好的支持 大家都不看好的航空业 我是罗列了很多的细节 那么我的目标价格呢 是5块2吧 现在是4块4左右 非常的精准 非常精准 5块2 那么它在最近呢 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呢 疫情那么差 那么筹集了10.5亿美金的现金 我是知道澳洲政府有拨款8亿给它了 对吧 然后各种支持它什么 为什么能得到钱 一个是不希望它破产 第二个呢 是对它是有一定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不是来自于疫情 而是来自于对它管理层的信息 那么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是2.75 2.75 2.75 就是说这个利率成本2.75呢 是相当低的啊 那么大家去银行贷款 现在都拿不到这么低的利息 对 基本上房贷嘛 房贷大概低的 会是这个汇率 对对对对 你想一个家公司的商业贷款 能拿到这么低的一个利息成本 所以说呢 证明它是有资金来源的 也就是说假设到明年3月份 疫情还不结束 澳航没钱了 它还有大的股东进来 那么就是澳洲政府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际机构 进来给它钱 给它输血 让它支撑下去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担心我们的股票啊 到零 或者是到一块两块 对 这个担心的是不必要的 第二呢 就是它之前呢 对自己的公司非常有信心 那么在去年到今年初 回购了5亿美元的一个股票啊 就是我公司自己拿钱 我把股票是从市场上买回来 我认为呢 股价在7块钱的时候是被低估了 7块钱还被低估了 它是7块左右收购了 回购了 所以非常有信心 那这个决策 有没有是错误的呢 因为7块钱基本上是个高点嘛 在目前看是错误的 因为有疫情嘛 那么当时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跟随澳航自己回购的 还有一家黑石机构 我们知道 对非常强 对吧 在财务投资上 它看好了澳航 那么在今年的1月份 也就是疫情前呢 或者是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呢 它也是买入了几十亿 大概的一个 就是说加上这个期权 加上权证等等 那么加上贷款 那么大概呢 在资本上买了 大量的一个澳航的股票 那么目前持有的公司的股票的总值 大概是占6% 也就是成为第一大机构股东 是 这也就是黑石对它的抗衡 所以说呢 如果是没有疫情 那么澳航应该会在未来的 一到两年内呢 是澳洲所有航空公司里面 最有潜力的 没有错 因为澳大利亚就两家航空公司 对吧 这也没错 刚刚说到这个 就是Jacky你列举这个财务的信息 对吧 也好 黑石路股跟这个公司股票 然后为 怎么说 可以成为一个看好澳航的一个理由 但是你刚刚列的这个数字也好 或者资金也好 那我总结起来就说 Quantus守成有余 而工程不足 那大家买这只股票是要赚钱的吗 对 那我不是说你觉得你破产我才买你 我是觉得说你的业绩是有没有更大的提高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 对吧 那你澳航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你跟中国的关系 我刚刚说到三大人群 你都已经受到了一个影响 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点 好 做投资 先要看到自己亏损的最大可能性是多少 没错 当我知道亏不了太多 那我就考虑该不该进场 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判断他给的一个价格 为什么我说 我看好他的管理层呢 他的CEO 他的去年的年薪呢 是2300多万美金 非常贵 那么今年他主动放弃半年的年薪 也就是说能给公司节省下1200万美金 而之后呢 高管纷纷自己给自己减薪 那么这样的话 也同时表达了管理层的决心 为接下来的一个公司先进流继续贡献 所以说呢 我认为澳航呢 他作为一个公司的上和下 还是非常紧密的 有能力去度过目前的一个难关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是澳航在过去5年 以及3年90天 30天7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长期来看的话 5年回报率是32% 那么3年的回报是-17% 包括90天3天的回报 全部跑赢同行业 以及跑赢澳洲大盘 也说不管在疫情任何时候 不管是在过去任何时候 他首先是跑赢同行业的 那么第二点呢 在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跑赢 这个澳洲整个大盘指数的 那针对这个数字啊 我觉得还是就是统计方法的问题 原因很明显了 原因我刚刚我有说过了 那我认为他的一个合理价格是在4块到6块 对吧 那你当你跌破4块的时候 那因为你是旅游板块的 因为你是澳航 那你当然是存在一个你被超卖的一个情况 那我自己也说了 我有进去试图去抄底 对吧 那因为你被超卖了 所以你的反弹幅度 那你是大概率会超过大盘的 因为你是被卖最惨的嘛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如果只看数字很会 很容易被数字迷惑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从0到1 对吧 你可以说 我增长了100倍 对吧 我增长了一倍 因为我翻算了嘛 我从0到1了嘛 对吧 那当你从1到2的时候呢 对吧 当你从2到3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再去算 你会发现你的增长度越来越小 原因很明显 就是刚刚数字 大家不要被Jackie的数字迷惑 我懂 那么刚安伦说 最大的担忧是来自于 这个中澳的这个增长 以及疫情的影响嘛 那么澳洲本土的航空 是会最先恢复的 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澳航 在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中的占比 那么澳洲航空的Conserts 包括旗下的Jaystar 在整个澳洲本土业务占比呢 是39%加上25% 是大概65%的业务 是来自于澳洲本土的 所以说呢 如果澳洲国内航空公司 恢复运营的话 那么基本上 它就马上满血复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staff 也就是说员工 以及基本设施的支出呢 占公司的26% 那么石油占24% 机场运营占24%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70%多的成本 在疫情期间 就已经节省下来了 所以说呢 它目前的一个开支 只是过去平时开支的30% 所以说呢 没有我们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恐慌 两个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啊 你可以不回答 我可以不回答 第一个我问你 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 你会不会选择出钱 你不需要回答我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如何解释 巴菲特青仓航空股 好 我们下一个话题 好 给大家留有 为了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一个比较硬核部分了 大家关心的 大家关心的 需要花点时间 对 跟我们每个人的前代 是直接相关的 对 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在背诵一个唐诗 对吧 或者看一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讲说诗演 或者是文演 也就是说有一段 或者有一句话 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产品呢 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直演 对吧 那关于澳币 Jacky跟大家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澳币啊 首先大家都有 非常关注啊 不像股票 有的人没有 就不关心 澳币都关心 对 那么后面这两个图呢 是澳币和铁望石的一个价格 我们都知道澳洲现在最大的一个依赖出口呢 还是铁望石 因为旅游教育都不行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目前我们关注的就是两者的相关性 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 我在最近啊 开始就是说比较 其实比较看好澳币啊 就是说认为它可以跌 但不会跌太多 原因很简单 从铁望石的价格走势来看的话 两者呢 是同涨同跌啊 这边一起跌 对吧 那么从这是11年 一直跌到16年 然后开始16年到18年横盘 那在最近的时候 我们知道巴西铁望石出了问题 上个直播讲了 那么现在呢 中国以及美国呢 都相继宣布了基建 宣布基建 没错 美国也宣布了 刚刚宣布了 美国也宣布了 对吧 那美国如果搞基建的话 那么就是施大石的 除非是下届政府换届了 反悔了 那么对澳洲应该还是会进口的 因为呢 他们是盟国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支持 你打折吗 我不太清楚 那么未来 铁望石的价格呢 应该还有上涨空间 所以说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们就认定了 那么澳元在未来的发展国家货币里面 应该会受到各大国际机构的一个侵略 那么多少我要配置一些 还有这个上涨需求 那么之后呢 就是政治经济和央卡 我们看的的话 就是一个对比 不知道Alan对我的这个看涨的一个想法 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是看跌的 我是看跌的 对我是看跌的 那刚刚Jacky说到的这个铁矿石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第一期节目 我们在说麦康的大表哥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怎么说唇僵舌舌舰了 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又把我美国激将 有了无所谓 有了无所谓 依然不改变我看空澳币的理由 对吧 依然不改变 那很简单 我看空的理由 第一个就还是大宗商品 我觉得因为经济放缓在需求端 我觉得会是减弱的 那在需求端减弱呢 也就是说澳币会撑压 澳币会撑压 因为我们刚刚Jacky也讲过了 对吧 因为你这个这个矿业板块 是澳大利亚现在最大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板块 对的对的 对吧 那这是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还是说是这个当前的一个国际大环境 我们都知道澳币 说实话在主流 几个主要货币里面 它是属性比较敏感的 挺敏感的 没错没错 它是属性比较敏感的 贸易货币 贸易货币没错没错 那因为中美关系不佳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对吧 那刚刚又讲到 我们之前也讲到 中澳关系也在一个比较往下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向业通道 对吧 那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说 中国对于澳大利亚 对吧 旅游禁令 留学禁令之后 那这周 那又有一个新的一个一个进展 一个呢 就是周末的时候 对吧 一个澳大利亚国籍的人 澳大利亚公民 因为贩毒 对吧 因为贩毒的问题 被判除死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找了一个火热的消息 澳大利亚的外长 在坎贝拉一个内部会议里面 再次非常强烈的批评了 中国在疫情方面存在的误导 误导的情况发生 当然了 这我们不可以说 一个一个人发言 他会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表达出 澳大利亚自己现在国家内部 对吧 对于中国是敌意满满 以前澳币的需求 大分是来自中国 因为需要澳币去交割情况是 没错 那么现在的话 更多的我认为心中的变量呢 就是美国方面的基建了 美国方面的基建 其他国家来增持澳币 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需求端有改断的 需求端是有改变的 因为但是现在还是那句话 那首先基建 你项目推出来了嘛 确实是 那你的基建力度会强过中国吗 会强过中国的2008年吗 但它有 有概念 那我们下一个观点 先稍等一下 我打断一下两位老师 那我们现在的辩论呢 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呢 我们呢 一共计时是15分钟 我觉得刚才两位都已经陈述了各自的观点 一位是看长 一位是看爹 对 那我们的辩论就正式开始 然后呢 我现在是计时 刚才呢 两位就是 我觉得刚才那两位陈述的观点就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背景吧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针枪实战的时候了 是 然后呢 两位现在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好 然后由我们Jacky先发言 好 好 没问题 突然增加了难度了 对 自己性表演 对 我稍微再给大家陈述一下今天的题目 就是说目前澳币对美元是在0.68左右 那未来12个月究竟是上涨呢 还是下跌 那Ilan战队的看法呢 是看跌 认为呢 澳币会不值钱 那Jacky战队呢 是看涨 认为呢澳币会更值钱 对吧 我的全书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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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每人说一分钟还是怎样 这样 我们两位呢 一共有15分钟的辩论的时间 然后呢 两位可以 我觉得可以就是 如果你觉得Ilan的观点当中 你有可以搏击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插话 追打我 追打 对 对 我们两位 好 那我现在就计时开始 好 好 首先呢 是Jacky发言认为是看涨 澳币会更值钱 那我就先说一遍的内容啊 我们身兼四遍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我长期以来投资的逻辑呢 就是政治和经济 以及央行三大要素 那么目前 澳元和美元的对比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谁强谁弱的关系 我们判断上涨呢 看的呢 不一定是澳元澳洲更强 反而有可能是美国更弱 没错 没错 那么就是澳元呢 对美元来讲的话 短期来讲 政治稳定性 我们虽然看到 维州政府呢 出现了一点丑闻 但是呢 不影响大局 而美国政府的丑闻 以及目前所处的状态 比较胶着 那么接下来会影响他的大选 而如果大选 继续出现问题 会出现示威人群 我们知道现在 特朗普阵下的这个阵营啊 非常的激情 非常的火热 那么也非常的暴力 在未来 如果特朗普继续造势 去做线下演讲 或者这种大型的 几百人几千人规模的时候 完全有可能产生剧烈冲突 而那个时候 美国的政治问题 就将会更加的尖锐 尖锐 对 所以说呢 从政治角度来讲 我认为短期 至少三个月到六个月 美国大选稳定之前 那么澳洲 还是要优于美国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经济方面 那么经济的话 现在全球控制疫情 最好的两个国家 我认为就是中国和澳洲了 那么澳洲相比于 中国来讲的话 因为还是偏向于西方文化 以及西方国家的属性 所以呢 在家人口比较少 更容易控制 所以说经济恢复的速度 会更快 虽然呢 不能造成大量的 一个人口再就业的 一个繁荣景象 但是呢 从失业的角度 以及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复苏反应速度 应该会比美国 走得更稳重一些 那么美国短期内 虽然我们看到 消费数据非常好 但是呢 从中期来看的话 如果是大家迟迟没有办法 恢复收入 那么短期的报复性消费之后 美元在未来的一个使用 或者消费作用上的力度 就会降低 第三点呢 就是央行 我们知道澳洲政府 也是印钱了 那么包括我们的 Job Cater 那么其实呢 都是在向市场上放水 那么这样放水呢 大概一共放了 1000亿澳币 1000亿澳币 美国放了多少 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数据呢 从大基建之前啊 就已经是连续上万亿的放水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 至少是2万亿美金 还没有加上美联储的 表外业务 那么以及呢 还没有加上一些隐藏的 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些放水的一些 包括继续发行国债 那么这些还没有计算进去 所以说从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 也是目前澳币 在市场上的需求 还是稳定的 但是供应量 没有增加太多 而美国的供应量 美元已经增加了2万多亿 所以呢 一边是2万亿 一边是1000亿 物以稀为贵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呢 美元很难跑赢奥远 好 那听完这三条 听完Jacky的这三条呢 我这边也是三条 我这边呢 也是从政治经济 跟这个央行来说话 对吧 那第一个呢 就是政治的因素 刚刚Jacky提到美国 对吧 因为政治问题 因为在这个种族问题 对吧 然后爆发了一个 比较尖锐的一个社会矛盾 那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因为你美国的人口 你是存在一个 三亿多 这样一个基数 对对 你比较大一点 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国家 是吧 所以呢 你爆发问题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你伦多 对吧 那大国又稍微难管理一点 那这个是 但是这个呢 不足以去伤害美国社会的一个根基 对吧 你只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矛盾 但是不会伤害一个根基 那再就是呢 对于美国来说 最大的政治事件 就是11月的一个大选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 自从桑德斯退选了之后 对于美股来说 对于美国的一个资本市场来说 不存在一个绝对利空的消息 因为你不管是拜登当选 还是特朗普当选 都不是一个绝对利空的一个因素 对吧 那所以我说呢 美国的 就是刚刚提到 美国的这个 就是因为种族问题 这个冲突 对吧 我觉得是不足为律的 不足为律的 美国依旧是最强的国家 对吧 军事是最强的 科技是最强的 然后技术呢 也是最先进的 也就是说二大也 还是二大也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政治方面 那经济方面呢 我想说的是 经济 美国现在从本人开始 从08年09年开始 对吧 美联储放水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全球的经济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的经济 是存在一个 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美国的经济 确实有抬头 你不管是美国这个经济 对吧 是靠打点跌也好 还是说是你吃药也好 还是打兴奋剂也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 确实是 美国经济 在一个抬头的一个趋势 美国的股市 创立一个新高 美国的失业率 是一个历史新低 对吧 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去年的时候达到一个 百分之二人几的一个增长 这个都是历史上最好的 也不是历史上最好的 都是在一个历史比较高的位置的 那特朗普呢 也是他一直在炫耀自己 对吧 一直在炫耀自己 一直在喊出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的最大的一个资本 也就是他喊这个口号 他不是没有根据的 他手里是有资本的 而这个是经济的问题 刚刚Jacky又说到一个 那基建问题 对吧 现在如果有美国有基建 我觉得对美国的经济 可能更带一个提升嘛 对吧 所以美国的经济 我就是一个大船 是一个比较稳的 那现在来说 我觉得那唯一澳洲经济 你说复苏款 那确实复苏款 因为你小了 因为你船效好掉头嘛 对吧 你这个 这一点说的是对的 但是在经济方面 我觉得澳大利亚 跟美国是没得比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央行 那这个呢 实际上从第一期的时候 Jacky就有讲到 对吧 然后也有被我盯到 我打的就是你这一点 我打的就是你这一点 那为什么你说 美国印钱五度 为什么说美国印钱五度 美联储印了那么多钱 怎么样怎么样 澳联储很克制 那实际上大家还是要看出来 你这个印钱的多少 是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你的毛是什么 那最简单的就是看GDP嘛 对吧 最简单的就是看GDP嘛 那美国的这个经济体 这个GDP 一年21万亿 21万亿 对吧 南极 澳大利亚是多少 1.4万亿 对吧 那存在一个这样15倍的关系 如果说我不考虑美国 美元是世界第一通用货币的话 你只考虑GDP的话 美联储印钞15倍 是澳联储的15倍的话 美元跟澳币走势 都应该是同步的 我用理论上来说 那当然呢 你要再牵扯进 对吧 美元是世界最应用最广的货币 是支付体系里面最主要的货币 对吧 那再加上现在当前这个事件 债务是非常严重的 那因为债务严重 所以它对美元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账需 那你说啊 我们来到跟澳大利亚买铁矿石 对吧 对澳元 所以有一个硬需求 那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现在在市场外面统计的 就是持统计银行的 是有13兆亿的美元的一个债务 那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 对吧 陆续大家会看到一个债务清还的一个日期 所以说呢 在美元的需求端 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需求 这就是我认为的 这三点 我每一个关键都有反驳的 那么第一个呢 说到这个也是政治问题啊 我认为政治是新兴之祸 可以燎原 没错 历史上每一次改革呢 或者是革新 那么都是从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引发的 那么现在呢 我认为美国在政治体系上 如果是协调不好的话 在种族问题上解决不好 那么有可能会引发政治的一个倒退 进而会引发国际地位的一个衰落 那么进而就看到现在各国呢 对美国的目前的状态 由原来的是盟友 到后来的 觉得川普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到现在的话 大家呢 对它开始慢慢疏远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很明显的变化 而美国的国际地位 在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那么未来的话 我们看到的就是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 它包括撤销了这个WHO的一个资助 甚至要自己重新成立 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 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 将会导致美元在传统国家 心目中的地位呢 开始衰落 比如说大家包括中国 现在呢 开始抛售美元债务 也是对美国政治不稳定 以及风向标不确定的一个预判 没有 中国抛售美元债务这个 只是一些自媒体的谣言 你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 从中国外费监管局可以查到 确实是抛售了 并且呢 大概额度呢 比以前都有增加 并且是持续连续多月的 一个连续抛售 那他买了什么呢 抛售了之后就没有买东西嘛 那你手持美元吗 那你抛售你手持美元吗 就是说中国现在因为在海外的一个矿业需求 包括在澳洲要做二手准备嘛 就是受矿业的制裁 所以他开始在多个国家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非洲 对 布局包括巴西呢 各大地区去布局 那么包括资金矿业 因为我之前跟他们聊过 他们在海外的一些矿业上的收入呢 资金美金结算 沉淀起来的资金没有回流到中国 也没有计算在中国的一个外汇储备里面 而是沉淀在海外的银行里面 而随时准备去购买一些必须的一些战略物资 所以说呢 从目前中国表达出来一个信号啊 那么至少是信号传递出来的是在抛售美债 这个是肯定是确认的 对 那原因那也很简单嘛 那你买美债 对吧 那你就是买美元嘛 那你抛售了美债之后 如果说你把抛售美债换回来的美元 你换成了 我就假设啊 你换成澳币 那没问题 就相当于说你的资产里面没有美元了 那这个我是可以理解 对美元形成一个利空 但是问题是你抛售了美债之后 你又买什么呢 我可以买别的国家 我知道 那你当时选择美债市场是为什么 你是当时很稳啊 没有没有 我的一个原因很简单 你人民币最大 你觉得人民币最大的支撑是靠什么在维持 靠国家的一个增长吗 靠国家的一个信用 对 经济的增长 没错没错 那这个信用那很简单嘛 这个信用的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国这个信用的问题 大家很简单 大家看回2019年 2019年左右整个全年市场情绪的一件事情 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中美奥义战 大家每次看到中美谈判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往下走嘛 就是美元 就人民币再跌美元再涨嘛 那也就是说当你老大跟老二 对吧 放在一起的时候 老大确实是老大 那当然我我我肯定啊 可能再过30年50年 美国可能不会是世界第一了 没问题 但是就是我们扳回之前的历史看 任何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对吧 他不会在短短的10年之内开始崩溃的 我们以2008年为例啊 以2008年为例 因为在怎么说 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对吧 我们可以说 因为柯林顿当时走掉之后 美国的政府是赚钱的 他现在没有那么多债的 对 他是因为经济好 对吧 因为花销上 因为没有那么大军事开支 他是赚钱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说美国的国力 可以说是在一个顶点 对吧 我就假设 因为在从财政上来说 他是一个顶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反恐战争之后 美国进行的 对吧 陆星 不是攻打 攻打阿富汗 攻打伊拉克 对吧 那现在 20年之后 20年之后 2008年 2009年 确实有伤心动骨 确实有伤害到他 但是现在美国的 美国的实力 跟中国相比 美国的无论是军事实力 还是经济实力 对吧 那什么金融实力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还是遥遥领先的 你中国有中国的优势 但是我现在想说 二大爷还是那个二大爷 你如果让我在中国资产 跟美国资产里面选 我可能啊 我可能还是选美国资产 当然了 Jacky讲过这个布局 对吧 讲过这个布局 我很确定 中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确定呢 因为对吧 我有看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刘鹤副总理 把他写的那本书 对吧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你布局无所谓 你布局过是你一带一路呀 还是你在非洲 对吧 原件建设怎么样 都是用美元的 都是用美元的 所以说 对吧 我的观点很清楚 嗯 美元的信用超过人民币 美元的信用超过澳币 信用的话 他一直都是超过的 对 并且呢 很长时间还会超过 对 但是不代表说 他超过就必须要澳币要跌呀 没有 因为你刚刚讲说 因为美国国力在往下走 美国会崩溃 美国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对 所以对美元的需求端会有影响 这是你的观点吗 对的 那我就不认同了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第一 稍微一下 我来给两位更新一下票数 那现在Ilan战队的票数呢 是十票 很占优势 那Jackie战队呢 稍微呈现出了律师 现在只有三票 这个只要加油啊 没有 我们的朋友参议度没有很高 对对对 大家不能看 我长得丑就投票 大家这是一个关于 美国人的观点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呢我还要继续跟进这个问题 对补充继续补充 那么在一个国家的货币 到底值不值钱呢 就是看国际上的使用者 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没错 那么最核心的呢 就是现在国际上流通的 最有价值的货币是美元 没错 但是呢我们国家对美元的需求 是会继续增加 你说中国吗 相对减少 你说中国吗 包括其他国家 包括其他国家 对除了台湾这种地区 他是需要买军备 他要储存大量 要购买大量的美元 对 那么大家以后想要和美国做生意的金额是在降低呢 自从美 这个是推断 推断 这个自从特朗普开始实行贸易保护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 包括美国和欧洲目前很多行业的贸易已经发生了锐减 这个就不是推断了 这个是实质的发生了锐减 对 这个是 这个确实是 所以很多企业已经在重新评估美国未来这种闭关锁国的一个贸易保护政策 包括对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加关税等等的 那么大家呢 在使用美元的程度已经在降低了 如果之前市场上流通国际资本需要100亿美元保持它的稳定和流通性 那么在现在可能只需要90亿 没错 没错 那对于这个观点 对吧 那我首先想说 你美元的地位确实有动摇 我现在只说动摇 对吧 那你可能有崩溃的那天了 对吧 那可能有崩溃 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发生 这一点还没有发生 大家要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讲到的 我上一期节目我有说 百足之冲死而不僵嘛 对吧 那因为我最近在读红楼梦 对吧 我最近在读红楼梦 那甲骨 我就说甲宝玉的家 那他再没落再穷 他还是比我富满 我刚刚没有说到这个GDP嘛 对吧 那美国GDP21万亿 你澳洲1.4万亿 我不觉得说你1.4万亿 对吧 你一下翻去14万亿 或者我美国21万 我一下掉到2万亿 你首先不存在这个样子 那再有一点就是JK反复讲说 特朗普 是美国的一个 不安定因素 也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那对于特朗普呢 我这边就是强调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个人对他一个观点 他本人确实是 我们从外边看起来 比较癫狂一点 对吧 不可预测一点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去看 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在点上 每件事情都在点上 都在美国国内的点上 没错 他因为他就是要保护美国最大的利益 所以点上了民族情绪吗 因为他看到了美国 可能已经不是之前的 国力没有在一个顶峰上了 他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做一个战略的收缩 对吧 那我还是看到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啊 很多的网友啊 对吧 然后在网上讲说 拜登跟特朗普哪个当选 对吧 会对中国好一点 很多人讲说 那当然是特朗普嘛 因为特朗普比较癫狂 因为特朗普这样子比较疯癫 所以特朗普当选会对中国有利 我不觉得这样子 我不觉得这样子 相反 我恰恰觉得特朗普的当选 会对中国造成比较大量的杀伤 因为这个人 他不跟希拉里 不跟克林顿 包括不跟布什 他们那帮人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怎么说 他首先他不以精英自诩 他没有那么爱惜与劳 他唯一的原则就是利益 你面对这样一个 只讲利益的一个 非常务实的一个人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非常口痛的 那也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相反 对美国会形成一个 怎么说 利于美国的一个行动 艾伦有两个点偷换概念 那么我先说 刚刚刚讲的这个 特朗普到底是 稍等我打断一下 那个我现在给两位更新一下票数 现在艾伦战队的是13票 杰伦战队呢 也已经追上来了 一次8票 然后呢 现在时间不多了 大家抓紧时间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刚刚两个点 我认为他 艾伦偷换的概念 第一个呢 就是特朗普到底是代表 所有美国人 还是代表了部分美国人 没有 这个原因 我最近看书的时候 我也正好读到 我也正好读到 我举一个例子 那特朗普是打败了 希拉里党选的吗 对吧 打败了希拉里党选的 那当时 希拉里的口号也很简单 我就是要重振 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一个形象 这是希拉里当时竞选 非常有的 特朗普不 特朗普选择的是 我就要怎么样 我就要怎么样 还让美国人重新当老大 没错 但现在谁是美国人 黑人算不算美国人 特朗普有没有表态 没有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希拉里 抛出这样的一个口号来 对吧 没有问题 你对于你的伙伴 我就说你对于德国人 对你对英国人 或者你对澳大利亚 追随你的这些小弟弟们 比较友好 比较友好 那大家我就 这个大哥可以 这个大哥可以召我吗 对吧 那但是很简单的是 特朗普觉得说 我要去修墙 我要在墨西哥跟美国之间修墙 对不对 我要去减税 我要去公司减税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在争取这个高层跟中层 对吧 那我们又知道 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盘 就是美国中部的那些 我们讲红脖子们 那些红脖蓝领 没错 没错 他把自己打造出那些蓝领的带来人 那最简单 最简单 跟最根本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投票的是美国人来投的 对吧 在这你说的 你刚刚说的 你刚刚说的 盟友们都很支持 原因就是澳大利亚不是投票的 澳大利亚投的票不算的 好 刚刚安德说到 就是说跟自己矛盾的地方 那么持有海外机构 国家持有美元 最大的玩家 不是美国人 而是海外的国家 和海外大型的机构 没错 这是信用嘛 所以当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要持有那么多美元呢 那那我很简单 我就假设啊 JK 你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对 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你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了 你选择美国人 你虽然口头上讲 我不我不 我不选择美国人 嘴上很不诚实 但是你的身体很诚实 你的身体也出卖了你 但我们是生活和投资 是两回事 没错 国际上 包括我们是来到澳洲 我们其实就属于在澳洲生活的人 那么在美国内部生活的人 他肯定是向往美国的 但是呢 真正引起美国汇率波动的 是在海外 还没有去美国的人 没错 这些国家 政府和国际机构 才是真正评判美元 最终是被抛售 还是被继续持有下去的 最关键的原因 对 但是我们判断的话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 我们自己的理解 对 你不可能说我代表 我代表中国的哪个基金 我代表挪威的哪个基金 来做判断 那因为我们也说的不算 是的 对吧 这个观点没错 然后他之前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美国国力 继续很强 这也是一个投放概念 美国国力 现在能来是第一 你说是不是吗 是 但是和美元跌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因为你美元背后的知识 就是你的国力啊 那为什么 那不是 为什么大家不去买金八不为币 Jacky你可以回答我吗 那为什么 大家现在看到的澳元是在涨的呢 就是证明澳洲今天的国力 相比于今天美国的国力 是变化的 就是澳洲比昨天有进步 美国比昨天退步了 哇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大家的国力每天都在变了 每一秒都 Jacky不要等 不要等 因为澳币这会又涨了10个点 所以澳大利亚国力又提升了 这是两个概念 我问你 政治发生了一个突发性的变化 包括美国发生了这个 目前的叛乱 或是动乱 动乱啊 包括这个马上要进行的选举 会不会对国力造成一个影响 负面的影响 这个不好说 我现在不好说 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包括大家记得前年澳洲大选的时候 澳币也是一落千丈 就是因为对工党可能上台的一个担忧 对这个是原理 因为你政治呢 因为你政治肯定是影响经济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你不管是对吧 特朗普连任 还是拜登当选 都不存在一个对美股来说绝对的利口 但是在他大选之前呢 那大选之前又怎么样 大选之前之后 我的资金可能会避险 或者我的资金为了 对啊 避险是不是 或者为了 或者为了 躲避这个不确定的意思 我可能会选择观望 对 对吧 这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澳币这一波 上面这个原因 但是你还是将短期的波动 然后拉出了一个长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你说最近两个月也好 三个月也好 很简单 澳币确实反正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当你拉出三年的图 五年图 很明显嘛 还是在一个底部嘛 我是不是要找拐点 没错 但是你找拐点 很简单 我是说我作为一个趋势交易者来说 我更相信拐点出现之后再入场 而不是说我一直要猜 我一直要试 对吧 那这样子对风险起初有点高 那澳币从0.55涨到0.70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将近20%的一个涨幅 但是我的技术图表上还是没有 我的技术图表是 如果它可以破0.72 我看空澳币的观念 我会转向中线 如果它升破0.72 会不会有点滞后 你浪费的前面这么多 但是我躲避了风险 你真的躲避了吗 我躲避了风险 你只是降低了风险而已 但是没有完全躲避 没有没有 因为我已经有澳币了 对吧 那如果说澳币涨 那我当然高兴 我不输的 那如果说澳币它跌下去了 那没问题 我再空澳币了 我又赚了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 经济上大家现在都知道 实体一行业很难做 现在美国打砸抢 非常严重 那么大家一个店铺 里面的东西 没有买保险 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 不一定都买保险 二三十万美金就没了 对Jacky 你又说到这个政治的因素 那我必须来 社会稳定性 对于货币的价值非常重要 那我必须搏击你 澳大利亚 我们看回澳大利亚的历史 我们看回澳大利亚历史 澳大利亚自从约翰霍伐德下台之后 对吧 我们在总理的位置上 我们迎来了多少位总理了 多少位总理了 那第一位陆克文 第二位吉拉德 对吧 第三位托尼阿巴特 第四位马克 汤勃 对吧 第五位 现在的这位 短短13年五位 对 每个人上台新线2.6年 对吧 那你每次更换 你的国策都会发生一定的更改 对 因为你是不同意义的代表 代表 对吧 那如果你国策天天这个样子转来转去 澳大利亚这么小的经济 可能会没 不会那么大的伤害 对吧 因为你比较顺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大伤害 但是对于你这个国家 是不是有负面冲击呢 你讲到政治因素 谈政治因素 你的国策天天都在变 就像那一说 Jacky 你今天的老板是Allen 你明天的老板是Mike 你后天的老板又换了 你可能你都还在一个学习适应的阶段 这个老板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你会这样子想 美国接下来 如果特朗普没有当联系联任 他的国策会不会变 肯定百分之百 发生重大改变 对不对 可能会变 可能会变一部分 我觉得会重大改变 因为他现在之所以跟特朗普进展 就是因为他的观念和理念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拜登我们看 就是我们再看会拜登的一个特点 他很保守 他很怎么说中庸 他没有桑德斯那么激进 对吧 他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政客 他搭班过澳巴马 他做澳巴马副手 对吧 那所以你像这么一个人上来 他又是以精英自取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国策 如果他当选了 他会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国策 那好 你说特朗普目前就是说 他在任的时候呢 对美国是特别好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出现了动乱 我没有说他对美国特别好 他的目标很简单 他认识到了 他认识到了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 他在做一个战队的收索 那为什么出现了现在的动乱呢 还是那个问题嘛 因为你疫情 你冲击 对 或者你当然你本来我也有讲 你频步差距太大了 对 你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 你的干柴已经堆上 你只缺一个火星 那好 两位刚才辩论的非常精彩啊 最后给大家每人30秒的 一个最后的总结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一个辩论就要结束了 好 首先是刚才是这个先发言 所以我们在总结的时候 就是Alan先发言 对 好 30秒 计时开始 好 那我Alan对吧 我现在来说我的观点很简单 我的观点就是我是看空奥币的 对吧 我是看空奥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刚刚就是讲到政治经济 对吧 还有这个央行 我也都有列出我的理由 而且我相信我的理由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因为对吧 你不管是看回历史也好 还是看回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 对吧 他的不管是在在结构上 对吧 还是在这个稳定上 我是觉得 好 倒计时开始 绝对 30秒不好把握 对 那么特朗普呢 在最近开始动用武装力量 甚至默许国防军去镇压这个目前的动乱 一旦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社会短期内绝对不会平和 那么第二点国际上来讲的话 中美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立 而中国也不会继续这个观望 那么肯定会再次趁机反击 相信美国的压力将会更大 那么美人抛售的国家也会更多 好 海盗6秒 澳币很稳定 澳洲被低估了 好 那两位先继续下一个话题 然后我这边呢 给大家统计一下 刚才的票数 刚才进场非常激烈啊 JG老师也是后期直追 然后票数也追上来了 那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到9点了 那两位老师呢 尽快简单的说一下最后一个话题 然后我们进入到问答的环节 好 因为很多观众都给我们留言 有一些问题 所以也希望梁老师能够留一些时间 最后一边话题 最后一个话题呢 我们就快讲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 很简单 最后一个话题 这个公司跟这家股票很有名 这家公司很有名 那他的那个CEO跟董事长 也非常有名 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一位 对吧 那这位呢 也是被称为业界的天才 跟我们的青年财俊 Jacky是一样的 对吧 是财俊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这家公司呢 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 对吧 那关于特斯拉 Jacky有什么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分钟啊 特斯拉呢 在过去曾经被所有人不看好 那么在最近的股价是冲到了1000美金以上 突破了达到了一个所有汽车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那么股票的估值呢 价值啊 已经是所有公司汽车行业中的老大 那么他的创始人呢 马斯克 他同时呢 也是发射成功了多次的火箭 那么天才的人配着天才的团队 目前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完全建成了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就是他的股价到底是能涨到哪里 或者是值不值得买入 值不值得买入 对 对于特斯拉呀 对吧 那我们有看到 哇 刚刚太大力了 所以现在还在喘 年龄太大了 现在这个问题呀 就是说特斯拉 我个人觉得 对吧 那前一段时间突破1000了 走下了一个历史新高 当然呢 走出这个历史新高呢 我是觉得是由 中国市场的提振 是功不可没的 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 4月份跟5月份连续两个月 在全世界 其他市场的汽车销售 出现一个萎缩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展现出了 顽强的生命力 对吧 地摊经济 开销摆地摊 开特斯拉 连续两个月呢 4月跟5月 汽车销售 都是出现了一个增长 那我们再看回 特斯拉在中国呢 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历程吧 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1月的时候 开始投产 2019年年尾的时候 第一批交付了 那特斯拉的股票呢 是在2019年 应该是9月到10月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起飞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的一个加快 对吧 呈现了一个45度角上涨 对吧 那但是对于特斯拉的股票 现在啊 就是我这边看到的一个数据 对吧 我现在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 特斯拉公司的这个市值 已经是美国本土三大车企 福特通用克莱斯拉 三个脑牌车企的市值 加起来的两倍 加起来两倍 加起来两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特斯拉现在的市值 已经超过了 奔驰加宝马 加本田 加法拉利的市值 加在一起还超过了 加在一起还不如特斯拉 对吧 那最可笑的是 最可笑的是 特斯拉因为去年 有看到 马斯克展现了一个电锢的卡车 叫尼古拉 现在尼古拉 还没有 只是一个概念 它还没有 但是尼古拉的这个市值 已经跟本土的福特的市值一样了 所以 什么都没有了 没错 没错 可以看到这个泡泡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两条呢 就是周末发生的 上周五发生的一个信息 发生个新闻 召回 对 没有没有 一个是摩根斯坦利 将特斯拉 从一个中性 对吧 调去了 可能被高估 那第二个呢 就是高盛 将特斯拉的评级 从买路 转为了一个中性 那最后一条 我跟人想说的关于特斯拉 那对于我这样一个 对吧 土味十足 来自于中国 小地方的一个中年老男人 对吧 可能在我心目当中 宝马跟奔驰 还是我的追目卡的一个首选 还是在我心中 对吧 女神 女神的 小北全体是比较固定的 对 没错 那关于特斯拉 JK 对 我也认为 就是说买车呀 虽然大家给它的概念 是跟苹果一样 但是买车 可不是买手机这么简单 对 没错 它的大件 大件的话 大家会慎重 看它的口碑 看它过去以往几十年的表现 不会轻易的买 那么最近呢 中国地区的特斯拉 有召回事件 就掉漆 插头接口有问题 所以就证明了 虽然中国工厂设立了 但是呢 长期来看的话 它没有实现 转换成利润的一个可能性 这种股票的话 我们就要去找相应的 包括这个蔚来汽车 叫NIO 在GoMax上也能买 美股 大家开通了就可以买 那么我是买了它 大概是 差不多快翻倍了 那么目前的话 我不会持有了 就是大家关注这种热点 那么抓住了 我们就能赚一笔 那么长期价值投资的话 特斯拉目前的股价 确实是被高估了 应该是观望 观望 或者是 大家如果是短线 甚至可以考虑做空 做空 做空 一千多块钱 比几家大型车企 加在一起的市值还要高 也就是说 特斯拉现在完全有能力 把奔驰宝马 加 奔驰宝马 加什么来着 本田跟法拉利 全给收购了 这边实际上还有准备一个 对吧 把这些国 这些德国企业都收购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 对吧 一个靠 概念家梦想 当然人家也有车 也有车 不能完全 所以说就是还给的 预期太高了 对对对 那实际上今天第二次直播呢 对吧 我跟Jacky可能对吧 还是犯了第一期 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在时间方面 没有把握的特长 对吧 关于这一点呢 我跟Jacky 我们可能对吧 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讨论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部分 对吧 然后我们来回答 我们的朋友们提问的这个问题 对 好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有什么问题 我这在忙碌着 给大家整理这个票数 大家现在可以回 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里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在这个评论区里面 我来看一下 请给出多长时间看空奥远 刚才我们的辩论是 给是12个月 12个月以来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尽快的来留言 大家的我们 我们是不是辩论太激烈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有一个粉丝非常有意思 他说 虽然选了A 但是已经被Jacky粉了 但是 Alan哥 也不用 特别气馁 因为Alan哥现在的票数 是非常的高 是29票 略胜于Jacky站队的23票 大家看一下 好 已经有问题了 APX 还能持有吗 APX Jacky非常具有发言权 对 APX 我认为是澳洲 最有优势的 AI类科技企业 就是说大家 一直要关注它 在澳洲 我们如果想要 享受科技的成果 我们自己学IT 太难了 Condo 代码Condo 那么股票里面的话 Authepay 完全就是个概念 Authepay 炒作 加腾讯入股 它其实技术领域的应用很少 没有那么多高科技 没有太多高科技 主要是一个商业的 场景化应用 那么APX 本身是对智能的语言 加工处理 所以说它的股价 是持有关注 但是30多 相比于美国的科技股 没有被高估 但是相比于澳洲股票 有一点 那么最好的价格 是在27块钱以下 26以下 是购买最好的一个价格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说一说黄金吧 两位对黄金的看法 黄金呢 黄金呢 我个人的看法 我是非常看好黄金的 非常看好 非常看好 我觉得接下来 一到三年 黄金占上三千 因为这个 三千 占上三千 没错 十二个月 没有一到三年 一到三年 一到三年 因为我在我第一期网课 跟第二期网课里面 我一直有在重复这个观点 但是黄金不好的 就是现在当前这个环境 是一个通缩的环境 是一个流动性 相对紧缺的环境 所以短期的话 黄金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但是大家可以买黄金股 大家可以买黄金 因为我本人有买黄金股 我一直有在讲 对吧 我插一句 黄金股的话 大家要区分 纯黄金股票 还是说 这个黄金股里面 还有矿业 如果它的矿产 占比大于黄金的话 可能涨幅会很小 对 没错 第二个黄金的价格走势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但凡世界某一个国家 出现影响全球 动荡的一个因素 那么它的股价 不是这个黄金价格 就会上涨50美金左右 50美金属性 OK没问题 因为现在的观众 发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我可能不能一一给大家 就是问 去带大家咨询老师 那我尽量多的 去问更多的问题 好吧 SYD怎么样 悉尼机场 对悉尼机场 悉尼机场的话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收保护费的 对 所以说不管经济好不好 你想我们店铺可以不租 但你飞机停哪 对 你飞机总要停在机场 对 因为我们第一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讲到 这个基建股 对吧 有推荐悉尼机场 实际上Jacky跟我 都是比较看好 比较看好 对吧 尤其是在接下来 一个低增长的一个时代 OK没问题 然后在我问下一个问题之前 两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服务 好吧 对 我们插入一个硬广 很有必要的 很有必要 那Jacky来 行 那么现在的话 包括阿兰和我呢 都会带着大家去做这些推荐 那么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项目 我们大概呢 整个澳洲 我们大概有接近100位员工 同事 那么全球的话 我们在多个国家 包括中东的迪拜 那么欧洲的英国 所以呢 达成了24小时服务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跨国的团队以及公司呢 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国际上的报告 包括最新的市场的一个更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交易费上的是比较便宜的 不过我们的劣势也比较明显 就是说我们不是所有的先股都能做 很多小股票我们做不了 但是能满足大家投资接近400多个股票的一个需求 以及黄金等这些澳元这些投资 对 Jacky介绍完公司了 我这边打一个广告 因为今天真的太激烈了 可能广告就忘记打了 上一次呢 对吧 在我们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600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直播当中了 对吧 那这一次呢 如果是我们加入直播的朋友呢 超过800 超过800人以上 对吧 那我个人呢 现在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我们前30位客人 前30位进来开户的客人 将会享受到20笔交易零成本 现在是793个 哎呀 哎呀 那其实呢 就是20笔交易啊 价值多少钱呢 一笔啊就价值20 对 对对 那么20笔呢 就是价值400块钱 对对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获奖的人 就是支持Alan战队的朋友 还有即将加入 都是我们是说的是新的客户 对 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然后呢 我赶快再问几个问题啊 那个黄金虎推荐哪里版 黄金虎 黄金虎 快问快答 对 我是推荐NCM最大的 我的SBM卖了 对 还有一个是问Jackie老师的 他说Jackie老师的银行股 现在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抛了没 对 Jackie老师的银行股 银行股我抛了啊 NAB我给抛了 就是说因为受到了上周 Alan的影响 他比较抗抠 所以说呢银行股 因为不是涨不最快的 我的资金呢不多 所以我要保持他有较高使用价值 我就跑过去买了一些其他像 蔚来汽车这种科技类的股票 那么最近美股科技股涨得多 对 Jackie的蔚来汽车赚大钱 大家可以让他请吃饭 好 没有问题 来我再来问下一个问题 原油呢 原油怎么看两位 原油 原油 原油我个人觉得是往下走的空间呢 是不是很大的 但是往上走的呢 我觉得可能也不存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动力 很鸡肋 比较鸡肋 对吧 那原油呢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原油的 原油现货的持仓成本比较高 但是呢考虑到持仓成本比较高 我们公司呢有推出期货 对吧 那就是没有仓期吧 只说一个展期的一个费用 还是比较适合 对吧 如果大家对原油有一个预期 对吧 然后产品这方面我再补充一下 对于原油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朋友呢 那么尽量要弄明白期货和现货的一个影响 那么包括中国出现的重大的一个 中国原油宝的问题 对 不了解的大家不要碰 或者是问明白了再碰 对 好 下一个问题 FLT和WEB都说一下吧 好 我刚刚对旅游股表达了我的忧虑吧 对吧 我上来就讲了 然后有两大忧虑 一个呢就是疫情的一个反复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对澳大利亚本土 对吧 他将他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将他最重要的学生来源 游客来源得罪了 对吧 那所以现在的话 我说实话 我不看好旅游板块 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就是 为什么A2奶粉以及能走出去的 AFT PAY 走出澳洲本土才能股价上涨 因为它的市场更大 如果Fly Center和WebJet WEB的市场只是2000万的人的市场 减掉年轻人或者是长辈 不喜欢旅行的这群人体呢 可能有几百万的市场 对 那么这个市场是股价很难大涨的 所以说我是11块进的 13块14块我就跑掉了 那么Fly Center 大家呢就做短线就可以的 长期持有现在还是太早 稍微等一等 有点早 还有一位朋友叫李联台 他的问题是 ASX200近期走势如何 那能不能突破6200点呢 就可以 6200点 大概目前的价格上涨是 4%左右吧 你说今天吗 今天是6000点我记得 今天是6000点上涨 上涨200点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主要还是看美国 最后这一波上冲的动能 究竟有多强 因为美国市场会最终代表的是 整个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的 一个资金供求 那么如果是短期有回调的话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 不用太担心 尤其是澳洲公司 它的估值呢 跟市场的走势是完全吻合的 也说现在对航空股不看好 那么现在跌百分之 依旧跌百分之40 银行股也不看好 依旧跌百分之40 如果可以能走出去 并且呢 大家是借款消费 那它创新高了 所以说呢 目前的估值来讲是合理的 如果疫情一旦好转疫苗出来了 那么上涨6200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后ASX200 那大盘呢 我补充一句 那一句呢 就是说ASX200 在我这边的技术图表来看 6200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线 我不确定它可不可以冲突 但是呢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道琼斯 我今天早上我写了一篇文章有讲 现在美国道琼斯 接着到昨天的时候 它的指数是在一个200日均线的一个区间 也是一个阻力线 到阻力了 对 好 还有一位叫BY的朋友 他问的是 Afterpay hold or not Afterpay 我们是就是说觉得风险太高了 不适合大部分的投资者 因为它已经创新高了 大家是赚钱的了 对啊 8块涨到567了 发了7倍啊 7倍的股票我觉得不敢买 该只赢了 该只赢了 还有看一下啊 这样吧 然后我们现在时间 基本上也 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 我们正常预计的时间 再来最后问一个问题 NST呢 NST黄金 黄金股 NST啊 NST说实话 我并没有特别大的关注啊 但是我呢 就是对黄金股 因为黄金股呢 是比较看好的 对吧 就是NST没有 NST的这个储物 黄金要看两个 就是它目前的一个金矿的存储量 也就是说它现在的股票市值呢 约等于它黄金价值 对吧 因为它基本上就卖一个黄金 就是现金收进来了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看它未来 勘探新的矿山的一个能力 以及可能性 那么他们手里都会有一些样本 那么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有矿区 那么这矿区产出新的黄金金矿的概率 是有多大 那么若现有的矿山挖完了 那么新的矿区还没出来 那么公司的市值会跌得很快 是 可以没问题 还有最后 最后两个股票吧 我们来说一下EVN和Z1P Z1P的话 我们这儿其实是做不了的 那么 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了 那么它其实是跟UzPay 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说属于这种科技类 但是呢 科技金融类 不过它的竞争很大很大 就是说在这家公司 现在都没有盈利 而未来呢 如果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在资本充裕的时候呢 它股价会涨没问题 可以涨 但是一旦当资本寒冬来的时候 大家呢 不愿意投没有现金回报的公司 对 而为什么Z1P和UzPay 我不会投呢 是因为竞争大的 主要原因是 它来自于传统银行的竞争 来自于信用卡公司的竞争 对 那么这种创业公司啊 这种像UzPay和Z1P 它创业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对 实际上就是Z1P 对吧 它的那个上涨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因为UzPay涨太高了 对 所以我没得选 我去选一个 我搭一个顺风车 但是这个呢 对吧 我觉得理由不是很充足的 是的 不属于价值投资 对 E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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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N这些研究 其实是类似的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些金矿股啊 都是比较类似的 对 但是我个人因为我是采货 对吧 所以我推荐最大的NCN 对 它其实里面有一些其他矿业 所以说呢 金价涨它不一定涨的 还有PS5 PS5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我们不在 就是说这个关注范围内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啊 还是上个月都一直在强调啊 就是说成本很高的情况下 现金的 公司现金流不足 那么现金流甚至都是负的 那么财报体现出来的 未来投资者呢 就是在炒作了 那么公司在未来一到两年内 没有盈利的预期 我们看到Quantus的 这么多的资金支持 还股价下跌 对 那么别说一些中小的 就是说现在是负资产的 或者负资产的公司了 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不要去 这个可能不是说不要去了 就是不是很推荐 大家去选那个Penny Store 对吧 因为我跟Jacky都是采购 小资金可以 对啊 小资金对 小资金可以 大家去博一下 对 好吧 那我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粉丝啊 问Jacky 你什么时候换发型啊 发型已经换了 但是呢 我相信是你的粉丝 因为这个行业的原因啊 就是说我们都和刚刚艾拉 说了 我们经常这个凌晨三四点 都没有休息 但是早上就 你是三四点没有休息 我是三四点起床了 对 就是说我们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 我们每天要获得全球更多的信息 所以说呢 在GoMix 大家所选的一些投资经理 或者分析经理 或者分析师 那本身所代表的呢 都是我们是很努力工作 而不是说只做一个客服的一个职能 对 所以说大家从我们这儿 能获得更多的一个信息 以前大家获得信息都要付费的 在我们这里呢 大家主要是我们的客户 那么不管是放几万块 或者是大家想要投多一点 我们都会给大家最专业的服务 对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了 那我跟Jacky呢 就是今天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失误 对吧 因为我们的就是太激烈了 然后我们没有把时间控制好 我跟Jacky呢 向大家表示一下我们的歉意 那为了让这个歉意表达的更诚心一点 对吧 更 没错没错没错 30位对吧 那前30位朋友了 前30位来GoMarket 来GoMarket开户的朋友 我们前20笔的交易是零成本的 好不好 我跟Jacky再次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 那 以及感谢 以及感谢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是GoMarket的Alan 这是GoMarket的Jacky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三周三一定要来啊 因为大家我相信 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我们提建议 另外呢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呢 下来也可以提前发给我们 我们会准备一下 好 谢谢大家 然后那个还有很多朋友 现在陆陆续续的问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朋友呢 请大家扫描一下 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小助手的二维码 这样呢可以跟Alan和Jacky老师联系到 另外呢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是在明天工作时间拨打 如果大家要联系 四点之前联系Jacky 凌晨四点之后可以联系Alan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